一名机场辅警值班之后呢 没有归还配枪 警方接获通报之后 出动了上百位警员 约三小时之后 在一间购物中心逮捕了男子 嫌犯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 记者蔡可汉报道 警方召开记者会表示 星期四晚上九点五十分 接到测安保安机构的通知 一名在张仪机场值班的辅警 下班后没有归还分配给他的 左轮手枪子弹和警棍 警员通过电眼画面锁定男子的位置 接近午夜在五级市维多利亚街逮捕他 警方说27岁的嫌犯被捕时没有反抗 嫌犯把所配备的枪械 非法带出工作岗位 警方得到通知之后 迅速展开调查 在没有威胁到公众安全的情况下 成功逮捕嫌犯 这名新加坡籍男子 将在星期六被控上庭 一旦非法持有武器罪程 被告可判处至少五年监禁 及不超过六下边刑 警方表示这两个小时半 男子一直都把手枪藏在包里 初步调查显示他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 至于为何没有归还手枪 动机为何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 嫌犯接下来会接受精神评估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可汉报道 刑指定了